好 台湾共同团座会够带玩 观众朋友们午安 我是小郭珠 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谁呢 我们来看看的是 所谓12月25号要拼有感的这个期限到来了 这个期限是谁的期限 当然是行政院长陈冲的期限咯 那么这个问题大家最近也在关注 在道主祭祀最后这四天的过程当中 哇 这个陈冲院长是不是已经亲戚过关了 已经没有问题了呢 特别是能够过关的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退休军公教人员的这个慰问金能够拍板 好像是个蛮明确的一个分水岭 在此之前他接受了报纸的专访 在此之后总统也上了专访 再代代告诉大家这阵的执政状况 其实很不错 但是除了他们自己感到不错之外 到底大家的感受又是如何 重点是行政院长陈冲这个会期在立法院的表现 我们要看到的是慰问金的一个事情 是由日营所抛出来的一个球 但最后赢得的整个执政的一个状况 目前的准备情形跟执行情形 让大家觉得还算不错的 就在这个慰问金的案件上头 如何看待陈仲院长的跟蓝绿之间 正通人和的一个状况呢 这是我们今天带大家好好来做分析的了 现场的四位来宾先为您介绍 我们就赶快来讨论咯 首先我们介绍第一位 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季国栋 主持人好 相亲大家好 再介绍资深评论员唐湘龙 大家午安 继续是时事评论员蔡玉珍 文本大家好 好 再来也是我们现场 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诗诚 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国际午安 嗨 我们说到这个 所谓的退休军公教慰问金的一个拍板了 这个拍板大家觉得说 或许现在拿出来讲 大家印象深刻 陈仲院长真是挺实勇魄力 因为整个事情 在这个绿营提到了之后 不到一个星期案子就出来 一路到最后呢 12月的14号终于拍板 虽然拖了也是将近有两个月之久了 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过程 应该怎么看呢 这一起的案子拍板之后 对于未来的所谓的 这个年金制度的一个进行 的一个修改会有帮助吗 但为什么到现在大家立刻就说到 哇 这个陈仲院长 应该已经是没问题了 先请教纪委员 真的是没问题了吗 我觉得一马归一马 我们在里面特别谈到说 这个年终委员金通过之后 是不是所谓陈仲院长的 过关的转折点 我觉得他这些年金的改革 好像打18同仁 他只是打倒第一个同仁 而且打第一个同仁 就已经伤很累累 我用一点时间讲说 他最喜欢比喻自己 就是毛头鹰跟法国狼的 一个集合体 毛头鹰爱出主意 法国狼是有执行力 所以有一个委员问他说 你是毛头鹰还是法国狼 他说我是法国狼兼猫头鹰 是法国狼想经过一个激流的峡谷 那问毛头鹰说该怎么办 毛头鹰说很简单 你把它变成鱼或鸟 你就可以通过去 怎么可能 我是狼 他说我只负责出主意 自己怎么执行 是你家的事 换句话说 有些时候这些主意 不见得是在事情上 那么简单 那么轻松 这是年维军 坦白讲已经过了 我们也无话可说 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 的确是有一点觉得过于毛躁 而且缺少沟通 所以到最后是集合马英九总统的意志力 加上民进党他也抛出了 善意说支持成功的版本 加上蓝军觉得 那只是一年的年终奥运金 如果在这个小时 不是小时 就为了一年年终奥运金 加以坚持 恐怕造成所谓的倒戈的一种效应 那种效应出来 所以大家要含列支持 所以不要说 以为说过了这一关 好像总统讲 关关难过关关过 千万不要这种想法 如果你这样想法 万一一关过不了的话 那就一个很大的风暴 所以我的看法是 其实未来很多的考验 很多的阻碍 很多的困难 横在他前面 他应该小心死的万年船 好 但重点是今年这一路走来 其实所谓的关关难过 也关关过 今年的关还不够难吗 从这个年头的美牛 牛电双掌 我们来看到还有证所税的问题 一路还有这个二代健保的补充保费问题 看到关于老保年金要 毛保基金要来破产的问题 到现在的 哇 我已经唯一拍板的是这个事情 接下来还有年金制度 很多的一个改革 在这里 经济的状况 能不能够从谷底来回升 这都关关都已经在 陆续的过关了 那么陈龙院长 未来还有很多难关要过吗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请教湘龙 我们知道 从这最近的一个专访 或是很多的新闻讯息 拍出来让大家感受到 陈龙院长应该是问题不大了 虽然我们的蓝军委员认为说 还是有很多问题 但是呢 四下我们之前在聊过也说 你觉得应该就这样过去了 未来一片前途一片光明了 对陈院长 其实我从来没有觉得 他的院长的职位 会有什么问题 那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是我的很主观的感受 我可能跟他们比较熟 我跟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熟了 我纯粹做一个政治观察 那我的结论很简单 我一直觉得在当下这一刻 我甚至想比较夸张一点 我觉得陈冲只要他想做 他就可以继续做 就基本上并不是大家所想的 好像陈冲成那个是摇摇欲坠的 那好像感觉上面 好像马英九似乎在考核他 那天我在访问 就是说马总统的时候 马总统讲那句话 我并不会觉得太意外 他觉得就是说陈冲 已经做了足够的努力 但是他对于陈冲个人的 个人的基本上面的满意的表现 如果说一般要把它扩大到 就是说对于整个内阁的满意的话 我觉得那个危险性就很高 就是说个别的内阁的成员 我认为在未来的很短的时间之内 是有更动的可能性的 对格魁满意 对内阁未必满意 对那特别就是说 你在现在已经到12月底了 我觉得可能会更动的格言的时间 不会太久 大概就是在1月份的1月份 搞不好过年前 我个人觉得因为过去长时间的 国民党的就是党政的惯性 他的人事的调整 经常都会在这个阶段 所以就是说如果内阁会有调整 我预期内阁是会有调整 虽然就是说总统并没有这样说 但是我个人预期内阁是会有调整的 应该会是在1月底2月初的时候 就下个月的立法院的下个一 一起开议前的时候 但是对于陈冲的部分来讲 我觉得我觉得陈冲他最大的弱点 其实并不需要看你 你把他背景做到分析也知道 因为他不是一个在政治场合当中 就是说缴获非常久的人 他过去长时间都在专业的单位里面 在金融的专业体系里面 我认为金融专业体系的一些政府官员 我认识了几位 我觉得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忽略了一点 就因为金融的专业体系 它的权威性很高 所以当你当金管会主委 当你当一些政管部门的主管的时候 其实你在你的系统里面是一言九鼎的 你讲的话之后 其实连银行大老板都听你的 你今天跟估中商说 你不可以买什么东西 估中商就很乖 他就一定乖乖的就不敢买 大家会说他凭什么 我告诉你在金融体系里面 有一些你不知道的操作的 只有在那个体系里面是很清楚的知道 就是说我必须要听他的 他不只是特许与否的问题 而是他有太多的工具 他可以很简单的就让你就范 就知道说我不高兴了 你最好乖一点 所以他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执行他的命令 所以在一个金融体系里面来讲 他的政令下达是非常精准 非常清楚 而且百分之百是有效的 但是当你作为一个政治部门的首长的时候 行政院长的政治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有很多的问题就不是一言九鼎的问题 你讲出来之后你会发现 不要说跟你不同党的会呛呛 你同党的杂音都会非常多 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比较多的精力 去做调和的动作 你就知道我讲的话之后 并不是所有人都买单的 因此那些调和的经验 在他们过去的政治力量里面来讲 可能是比较缺乏的 但是程中整体来讲 我觉得他专业性以及这个人 我真的觉得他非常的smart 就是他当时的行政院长 如果不是一些太政治性的问题来讲 我认为他处理的都不错 那在特别在导格案之后 再加上年终慰问金的这些议题的处理 我认为当程中提出年终慰问金的处理方案 马英九的背书的方式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就形成了 那这段期间我个人的认知是 他会说马英九为什么都帮程中背书呢 这段期间以来从导格案之后 我的了解是府里面几乎对于行政院 包括行政院长陈冲所做的各项的政策性的决定 他都买单 都买单了 几乎没有不买单的 所以如果你以为就是说陈冲讲了什么话 马英九会会出来会呛瞎 那那个认知上面可能是有问题的 他们在这方面来讲 我觉得那个分工是清楚了 分工已经清楚了 那好像在这个马总统的第二任任期520之前 就是刚开始在农历年后就推的这个美牛案 就推的镇索水案 就推的所谓的流电双掌案 那个时候倒是有出现两个人的意见 和步调不是完全一致的情形 那实在是一路走来 现在不得不两个人两相配合吗 纯齿相依一定否则的话 很难持续的弯稳的走下去吗 但这个过程当中提到了 这个关键点的一个包括 就是刚刚讲的民进党的一个不信任案 的一个提出 这当然对一个格魁拉斯 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那一旦不信任案真的成案过关 那真的是也非常非常之没有面子 但是当然是没有成功 我们就来看到在这个关卡当中 从9月份民进党推出了提出所谓的不信任案 到整个10月份算是成功最难熬的一个月份 红色10月过了之后 现在真的是在渐入加进的一个状况吗 好我们来看看 陈冲之前的一个眷情情形 人间10月天对他来讲 真的是感同身受五位杂陈 特别是9月18号 民进党提出所谓的不信任案之后 9月22号立刻做了一个表决 这个案提案出来不得不表决 当然国民党本来就有人数的优势 所以66比46票 当然这个否决了这个不信任案 不信任案否决掉之后 当然未来一年是安全的 没有问题不会再提这样的案子 但重点接下来日子有好过吗 我们从陈冲接受访问里头所提到的点点滴滴 恐怕就能够感受到真的是心中五位杂陈 商业周刊的专访 他上了237天的专访心情 直接告诉你 我不是一个成功的行政院长 子话一出大家觉得说 那你还坐在那里干什么呢 你就说你自己不是一个成功的行政院长 真是让大家觉得 这个果然是不应该留任吗 再来10月5号的时候 警戚栏登连石栏 连石栏之后这回在立法院 他说到政务官只有去留的问题 没有所谓减薪问题 因为状况不好嘛 在立法院呢 美金党要求这些政务官们带头减薪吧 但是他说了只有去留的问题 没有减薪的问题 整个内阁成败 由他一个人来负责咯 子话一出让大家讲 哇是不是在倒数计时状态呢 这个恐怕压力也真的是不小了 接下来呢 来到10月17号 就是襄龙的专访啊 这篇专访当中讲到了什么呢 说到他太太 曾经因为心疼他而落泪 如果太太真的在他面前流泪的话 真的会带给他很大的压力 所以当然他妻子不曾在他面前哭 可见得这一次当隔魁 2月6号上任以来 压力到底有多大多大 大到太太都已经得在他的背后掉眼泪 但子话一出得到的评价 其实同情好像不是太多 因为一般老百姓会觉得说 我们日子很苦 我们哭的话又要向谁来诉苦呢 但一路走来 玉珍红色10月过去了 我觉得对陈冲来说 后面有很多的考验 因为呢 他已经给大家一个印象 就是说本来呢 大家信任他 就是说他很专业 然后呢 尤其是在财经政策上面 应该是能够让所有的 包括投资人 社会大众都信任 结果没想到阴沟里翻船 那个翻到让大家觉得说 你最清楚的一个证所 所以知道这是一个 怎么样的祸国殃民政策 结果在你手上推了 好 那推了之后呢 我告诉大家 现在有很多人在说 到底什么叫做设算制 到底什么叫核实制 我到底该怎么做 那我跟你说 这还有得吵 虽然说就是乱七八糟的一个政策 然后呢 刘一如下台过了 可是呢 这是不是一个好政策 不是 这绝对是一个似不像 连大家都觉得说 搞什么飞机的证所税 好 那结果到了 他接受商业周刊专访的时候 他说我不是一个成功的行政院长 对不起 那个时候大家的感受是 他是一个非常失败的行政院长 因为呢那时候团队里头 引起民出事情 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 施言祥就是他提出来很多什么 三话什么 没有人搞得懂 三页三话到底在搞什么 所以我觉得说 那个时候其实他心里头的压力是很大的 而且我记得他说 他可以当一个船长 可是呢 如果带领一个行政院的话 像一个航空母舰 而航空母舰呢 他需要跟很多地方沟通 比如说航空母舰可能要起飞啊 要去巡视啊 就像这个卫文金的政策 这卫文金政策是小到不能再小 顶多他这样的一个说过关呢 只有省下180亿的这个 左右的国库的预算 那而且呢 风波有没有过 没有过啊 党内里头孙大千守在那里 是为了选民 为了他的这些军方的这些选民 费宏泰怎么说 他说 他说这是一个亡党的政策 基本上在国民党里头认为 不支持他这个 卫文金政策的人认为说 我已经不接受你这个 亡党的政策去实施了 所以我觉得陈冲 后面还有没有问题 有 比如说前两天的能源税 大家傻眼了 能源税油价突破50块 天啊 这你还做得下去吗 所以我觉得他很多的东西 是让大家觉得说 好 你丢出来 结果呢 人家K了K之后呢 然后大家就去争 争了半天 一个卫文金的政策 你说OK 弱势中良 那你这么斩钉截铁的说 要这么做 结果搞了半天 好不容易 那因为在野党支持你 说你如果敢翻案的话 我们就不信任 然后呢 接下来有很多的动作 甚至波及到明年520的 这个总统罢免 因为最后那个谁该负责任 该负责任那个人是马英九 那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暂时平息 而这个暂时平息是为什么 我跟大家讲啦 说穿了啦 就是这个股票市场呢 稍微有点反转 大家松了一口气啦 所以现在如果说 大家对陈冲的印象就说 你金融很专业 如果说你的很多 包括像管中民政务委员 或是其他所谓的 股市振兴的这些政策 如果你真的能好好做 你开放人家这个献股当冲 但是呢 开放献股当冲 对我们这种 长期在市场里头玩的人来看说 你这是什么 你这是鼓励大家去赌博 你这个是病急乱投医 所以它也不是一个好政策 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只是陈冲现在急了 急了说我把股市拉上来 然后呢 我这个很多的政策 我丢出来之后呢 人家也习惯说骂他了 骂了之后 再来做一个妥协 这是已经陈冲给大家一个 习惯性的印象 很难去改变的 所以说大家在这里会看到 这政治任务的一个形塑 我们说从马英九总统 第一任的时候 大家觉得真是没有想象中 这么样的棒 但是第二任他毕竟还是选上了 但是呢 很多的形式风格 不也都是一样吗 但一路走来 到底是大家实在是 比较能够忍受了 还是觉得反正又来了 还是真的愿意再给一次机会 苦水生气 都往自己肚子里头吞 刚才讲到这么多案子 包括到最新这礼拜 提出来的能源税 实陈这到底是谁要做的呢 刚才我说到了 马英九跟这个 陈冲院长之间的互动关系 刚才乡龙说应该不是 他们俩现在是合作得很好的了 不单单只是总统下令 他就得做 但显然我们前面 讲了这么多的争议政策 到现在讲的这个能源税 财政部长张胜河都说 那是马总统的政见 该兑现了 所以他在执行是谁的意志 是他自己的吗 哥哥国主我要想 说在2000这个第二年的 马总统竞选里面 他有个非常重要的政见 就是从2002到2014年 因为这有所谓两年不选举 这样的黄金期 所以他要推行 他所谓的黄金十年政纲 所以这个时候 就必须推他的东西 那我们讲说 其实政治人物很简单 你只有在正确的时间 推出正确的事情 才会赢得掌声 那在错误的时间 或是你推出错误的政策 当然就不行 可是问题是 现在因为景气是个样子 我讲难听一点 从他上任以后 到现在为止 都是错误的时间 你怎么样在错误的时间 你去推出正确的政策 你这个事件的experience 就是你的评估非常重要 从油电双涨这个部分 大家想说你要涨可以 可是显然你涨了以后 油价开始下跌 你那个动作基本上 在那个时间点上 你的评估出现了错误 然后在这个现在 现在我们讲这个 这正所税 刚刚玉珍特别讲到 其实正所税不是不能克 就是说你克了以后 你现在因为股市不是太好 所以克了以后 会加深这个资金的抽离 所以会让大家人心惶惶 现在这个点对不对 值得讨论 刚刚这个国庄特别 谈到一个所谓的能源税 其实能源税很简单 我的认知它就是随油征收 就这么简单 随电可能随电征收 随油征收是 一项就是使用者付费 会增加负担应该是不会 因为如果有所谓的 这个能源税之后 其他的所谓的附加税 会做一个检讨 这整体绝对不是 单独克能源税 然后每公升油变50块 然后油价大涨 我相信不是这个意思 可是国庄我要讲说 张胜和在这个情况 现在这个档口 去讲那个话 当然会变成肉把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政治思考 对你不要说 我们不是现在要推 我们是未来 要这个GDP到三点几之后 我们再开始推这个能源税 这个东西讲都多了 现在没有 就说现在没有 我觉得这种政治思量 是这些所谓的技术官僚 必须要考量的 如果你没有政治思量 只是专业考量 人家不会去深究你后面 要附加能源税的先决条件 只会讨论你的结果是 50块 要是我 这是怎样 所以政治人物 在讲这些政策的时候 要特别当心 你在错误的时间 要讲这些正确的政策 是不是该讲 要怎么讲 要非常留意 所以到底是这个 这个政治敏感度还不够呢 还是说我们这些技术官僚 当然该做事一定要做下去 搞不好已经交办了 所以时间真的是有限了 所以张盛和部长才讲得这么清楚 明年年中就要开始动 因为算算这个时间了 马总统任期到明年年底之后 过半之后 这个政策再不推的话 恐怕这个timing 所以最好的时间点就会过去 所以说其实对陈仲月党来讲 或许今年这些的关卡 目前看来似乎都过了 12月25号再来 等待这四天所谓三个月 拼游感的期限到了之后 好像一切是穿过水无痕吗 一切是新的开始吗 至少行政院已经告诉大家 不会为这个什么三个月游感 要来开个记者会 说明些什么 通通不会 我们事情继续地努力做下去 院院长在乎的是 台湾的永续发展 而不是当下现在的经济问题 能不能够立刻能够有所起色跟改善 关卡还真的是非常之多 但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在这里头吵最久的 关于这个退休军工教人员的年终未稳金 这个到底是不是让陈冲能够在这里 翻转最主要的一个关键呢 绿营提出来这个案子 最后绿营强力地支持 国民党被迫不得不接受 这是一个很诡异的一个怪异的状况 我们就带你来看看 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读出来 关于陈冲院长跟绿营之间的一个互动 又有些什么样子的 大家来观察跟讨论的呢 年终未经日10月15号 管闭林 民进党的管闭林委员所提出来的 因为实在是没有法明一句 所以提案全部333 很快的一个礼拜之后 陈冲院长就宣布 哇两万块钱就是的一个 能不能领所谓年终退休慰问金的一个门槛了 但是在过程当中 哇这些哇这么多 我们看到孙大千 看到的是这个苏清泉 看到的是吴玉仁 通通都反对 还提了不同的案子 国民党在11月15号的第一次党团大会 也没有过关 一路到了12月2号的时候 民进党的立委党团总召柯建民说 他们绝对立体行政院版本 看到前面提了这么多版本之下 他们绝对立体就是行政院版本 所以当下我们也会做过这样的分析 好奇怪哦 为什么这个时候是反正是民进党来支持 行政院的版本 国民党通通不支持 来到12月14号 终于全部拍板定案 因为呢 在这里呢 国民党对于不分区立委实施的 正是强力的一个党纪 大家通通乖乖归队 只有孙大千 只有来自于比较多桃源的立委的部分 依旧有很多的反对声音 所以纪委员 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看 这是本来是行政院要做的事情 还是说这里头到底是来 绿军丢了球之后 反而让行政院长沉重在这一意当中 最后博得似乎是美名吗 我砍了军公教 我们的劳工朋友应该就开心 我站在劳工朋友这边 谁敢砍军公教 我陈冲第一人 我觉得没有帮助 过去我对陈冲的看法 就是温良恭敬 跟我们马总统是一样 我现在跟他另眼相看 他是相当有政治谋略的 他也知道说 我今天你国民党委员 本来就要支持我 然后今天反对我 就是在野的这些立委 如果说这些在野的立委 能够支持我 不要说全部的 有一部分支持我的话 我相信我未来这层上 应该是比较没有问题 阻碍比较少 其实前阵子那个不信任案的 人没有通过 其实我个人看法 我现在回想起来 好像是绿营 故意给陈冲 再多一年时间来执政 因为那也是显然 就没办法通过 那你为什么还提出不信任案呢 你可以晚一点提 就是赶快表面上是反对陈冲 其实我就要给你一年 因为你一年内 不可能再提到 不只是不可能提不信任案 甚至于连说马 英九总统要把它换下来的可能性 我觉得也没有正当性 不信任案都已经 一年不能再换了 所以刚刚向文兄所说 他跟马总统 马总统之间的默契十足 所以他的政策 他都会买到 这个我就这一点 我现在是看得出来 是相信 但是我觉得 并不是马总统 全部对他的政策是满意的 因为他对他的评计是说 他已经做足够的努力 各位做足够的努力 是表示一种未免 不是肯定 未免说你已经很努力了 问题是你的绩效如何 你成绩如何 其实成绩 不用我这边讲 因为其实院长对我也是不错 但是我是便宜的良心在讲话 就是说 总统跟讲好像拿本 你已经很辛苦了 很辛苦不表示说你做得很好 所以其实就是说未来 总统跟这个院长之间的互动 会怎么样 那还有的观察 总统讲说 这个现在还在隧道里头 我们但是已经看到一点点的光明 这是总统感觉 你看到是一点点光明 我不晓得一般的民众 有没有看到光明面 如果说只是你看到光明 大家都没看到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大家的 这个观念跟这个看法 落差太大 不过短时间 我觉得还是会 至少这段时间 我觉得就像向文雄所说 还是会用我们程中院长 为什么 因为这段时间他忙着改革 改革一定要有人来做 配合跟做坏人 陈中院长他可能对未来的政治 气图是没有那么旺盛 换句话说他可能 我也咨询过他 我说如果说你身体不好一点 你可以选总统 坦白说我感觉 他没有选总统那种气图 是感觉的 换句话说无欲则刚 我不想选总统 我可以做改革 然后我要历史留民 这些改革都有做 但是我要提醒一点 你改革不一定要改得这么快 改革留一些给别人改吧 今天如果说你慢慢安部当居 而且一步一脚印 我相信 我相信没有陈冲的日子 马照跑舞照跳 太阳还是从东边出来 不要那个 那所谓的使命感 责任感那么重 然后改革把它挤成一团 让大家兵荒马乱 让大家每天忐忑不安 我觉得 做一个执政的一个领导者 应该最主要 就像普锦瑞 当前到第一句话讲什么 他要开创幸福的时代 普锦瑞讲说要开创幸福 他有讲说我们要改革吗 你改革别人没有觉得有幸福感 那改革做什么 不过在这讲改革 就讲到历史定位 想要改革想到马总统 讲到历史定位 也是马总统这个任期 他非常在意的事情 那现在显然在 既国动委员的观察当中 我们陈冲院长 也有历史定位的一个使命感吗 使命感就是要把改改的东西 通通改一改吗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绿营的角色 到底至于我们的陈冲院长 是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是强力的反对 还是其实暗中在做一些 协力帮忙的一个动作 我们在广告回来 就来看看正通人和蓝绿通知的陈冲